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置方面采用的是5.5英寸1080p AMOLED显示屏 搭载黑6P10处理器 3G运存32G的存储空间 运行基于安卓6.0的StudyOS 提供一键get功能 可以在吸屏状态下开启摄像头 扫描解题翻译单词 然而看到2998的价格 小编只想感慨 现在的学生真有钱 荣耀刚刚发布了新机 荣耀8现在又有消息称 荣耀将于下月发布大屏手机荣耀V8MAX 配备6.6英寸2K显示屏 搭载70950处理器 有3加32和4加64G两个版本 前置8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4400毫安时的电池 价格获定在1999元起售 很明显这又是冲着小米MAX去的呀 昨晚一到CEO周航发出一封 至腾讯马化腾的公开信 并向马化腾提出质疑称 微信的做法有为共享 有为互联网精神 同时还列举被微信平台屏蔽掉的 十余个APP 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淘宝 支付宝红包等 随后马化腾在朋友圈回应称 被封是因为浮沉涉及诱导分享 触发朋友圈保护机制 去掉这些内容即可 那么各位小伙伴针对此事 你们支持谁呢 然而没过多久雷总也发言了 称这是我最钦佩马化腾的地方 这样的企业家 还如此快速的关注业务细节 请问这话几个意思啊 当然说到小米 现在网上又爆出了小米 将于7月27日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红米新品发布会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该红米新机将会有双摄像头加持 背部采用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而且有望采用正面指纹Home键 价格方面估计又有亮点 不知道华为现在怎么想呢 大家有想过骑摩托车上天吗 现在俄罗斯哈佛瑟夫公司 就开发出一款飞行摩托车 Scorpion One 它的时速最高100公里 可以在天空中飞行大约20分钟 使用电池驱动 目前该公司正在研发混合动力版本 而售价方面则高达52,000美元 确实有点贵 但这可是在科幻电影里 才能体验的赶脚呢 好久没打广告了 Vager的淘宝店现已正式上新 淘宝搜索店铺Vager 或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买不买没关系 进来就先收藏一下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非常希望您能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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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